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報告全院委員會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委員詢問 請尤美女委員詢問 詢答時間為20分鐘 主席還有我們所有在場的委員 以及我們今天的被提名人 主席我是不是可以請被提名人 謝謝被提名人 首先恭喜您被提名為大法官的被提名人 那被提名本身就是一種肯定 我們台灣現在被稱為 就是我們是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權號稱 那其實也是亞洲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一個燈塔 那當然有這樣的一個稱號 所以如何讓民主的深化 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事實上這些的價值要消失 也是可以在一夕之間 因此深化民主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轉型爭議 因此轉型爭議我們也通過了 促進轉型爭議條例也設立一個轉型爭議委員會 那當然在這裡轉型爭議的一個過程裡面呢 其實我們也發現說 在促轉條例裡面 我們有規定到對於這所謂的司法不法 怎麼樣去平復司法不法的問題 那司法不法的這些的問題呢 那當然在我們的促轉條例裡面的第六條 我們有特別規定說 對於在這個 就是在戒嚴統治時期 那違反自由民主法治的這些自信 那侵害公平審判所追訴 或是審判的這些刑事案件 那應該重新調查 那不是用國家安全法第九條的規定 那藉以平復司法不法 彰顯司法的正義 導正法治跟人權交易 並且促進社會的和解 那同時呢就是對於呢 因為要去所謂的讓這些的 在戒嚴時期 那受到這些的不法的一個判決 當然呢在我們的這個 國家安全法的第九條 他是禁止他提起在戒嚴之後 禁止他提起上訴或是抗告的 所以呢在這個促轉條例裡面呢 特別把它排除 並且呢用透過立法的方式 把他這些的不法把它撤銷掉 那並且公告 那同時呢也規定說 如果呢因為要把他這些 撤銷不法的 是限於228事件 處理跟賠償條例的 或是戒嚴時期不當 叛亂及匪諜審判案件的補償條例 或是戒嚴時期人民受損 權力回復的這個條例的案件 那已經有獲得賠償補償 或是呢 回復受損權利的這些受難者 等於是用一個228 一個是補償 這是白色恐怖的補償條例 或是這個戒嚴時期的 人民受損的這個條例 受到回復的 那他可以根據這個呢 來把他的這些 如果因為這樣同樣的一個原因 他可以呢 他受到這些的有罪的判決的話 那可以透過我們這次的立法 就讓他撤銷並且公告 但是如果不是在這些的案件的話 那就是這樣呢 他可以依照職權 或是依照當事人的申請 然後呢 依照促轉這個條例呢 予以呢 平復司法不法的刑事有罪的判決 所以呢 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 那如果說 這個促轉會呢 如果自認為說 他這個案子呢 給他駁回的話 那他呢 就可以 這個依照 就是 依照這個本條例呢 他可以在送達駁回十天內呢 以第一項的事有就刑事有罪的判決 向高等法院及其分院設立的專程提起上訴 所以呢 從這樣的一個案子看起來 好像我們對司法不法已經解決 因為我們透過立法撤銷 透過促轉會的這些的委員去做調查 然後呢 對於這些不是屬於228的 說是白色恐怖的案件 然後呢 能夠予以處理 那如果說好被駁回的 他還可以提起訴訟 但是在這裡呢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的促轉條例 事實上我們的促轉會只有兩年 那如果兩年過後 那他可能才提出申請 那到底向誰申請 另外一種情況是說 好他到法院去了 那到法院到底怎麼樣去處理 因為我們的大法官曾經做出呢 對於這所謂的 在這個威權時代的這樣一個判決 對於所謂的國安法 第九條呢 到底有沒有違憲的這個部分呢 他曾經做出272的這個 所謂的大法官會議的解釋 他認為呢說要維持呢 這所謂的摩求 這個裁判的安定 跟維持社會的秩序的必要 所以呢認為他是核限的 當然這樣的一個解釋 是做在民國八十年 其實還在動員勘亂時期 雖然已經解嚴了 但是還在動員勘亂時期 所做的這樣一號的解釋 那今天已經過了這麼長的時間了 那今天這樣27號的解釋 是不是應該有所變更 否則的話當人民依照我們的促轉條例 到法院去提起輸送 結果呢27號的大法官會議的解釋 然然在那裡 所以這個部分您的看法 是的 這個大法官會議是在這個1991年 做出272號的這個解釋 那當時這個有他的時空的背景 那當時他的這個大法官的這個理由書裡頭呢 他是這麼說的 就是說是基於戒嚴跟解釋 時間相隔30餘年的這個特殊情況 而且呢這個為了要謀裁判之安定而設 就是當時國安法的第九條第二條規定 他說也是為了要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 那到底是什麼是特殊情況 那大法官在理由書裡頭呢 提到說是因為長期戒嚴 而且時過境遷 市政調查困難 因此呢禁止人民來尋求救濟 那這個是國安法當時的這個規定 那這個後來大法官會議去 算是去肯認說當時這樣的一個這個規定 並不違憲 那可是時至今日 這個轉型正義 是當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這樣子的一個規定 那特別是說這個初轉會 他有成立的時間的這些限制 那未來這個兩年過後 如何去處理這些問題 那是不是還是又回到國安法的適用 或者是說這個大法官會議的這個適用 這個27號的這個解釋的適用 那我個人是覺得是有很深的疑慮 因此未來如果這個在具體的這個個案中 那這個如果法院他還去是用國安法的規定 或者是是用到舊的這個 就是1991年的4至272號的這個解釋 然後呢去做出裁判 那未來有裁判憲法審查 在大法官的這個會議裡頭 因此這個其實未來 我是覺得說是應該要這個 可以透過大法官的這個解釋 對於這個國安法的這個規定 要重新再加以處理 所以事實上呢 就是說這個272號的解釋 他為了所謂的裁判的穩定性 可是事實上 我們為什麼要去維持這個戒嚴時期的 軍事審判的安定性 而且呢他說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必要 那到底是維持戒嚴時期的這個社會的穩定 還是應該是以今天社會來看 所以人民的一個權力的受損 那會經過正當法律程序的一個審判 當然這個整個應該要重新再去檢討 那我們也希望是說 這個272號的這個解釋 應該要去變更 那當然也期許 如果您上任之後 如果遇到這樣的案子的時候 能夠本於民主憲政法治國的這個精神 能夠去做為適當的一個解釋 那另外一個呢 也就是牽涉到所謂的通姦除罪化的問題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 目前大法官的這個代審案件的清單裡面 有34件法官的申請案 那其中有11件呢 是來自5個地方法院的申請 那主張呢刑法239 就是也是通姦罪呢 它本身是堵促憲法的第7條 第8條 22條 23條 那另外呢有5件的申請案件呢 它是具有原住民身份的 那也意味著呢 這樣子表面上看起來是中性 因為通姦話 通姦它不是處罰女性 它也處罰男性 所以呢 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中性的 一個處罰的規定 可是事實上呢 它卻不成比例的去處罰女性 也不成比例的去處罰原住民的女性 所以呢 這樣子在這 雖然說通姦罪 在大法官會議呢 曾經在554號也做出解釋 那在那個解釋裡面呢 他認為呢 這是立法 這個自由的一個行程 那他為了維護不妨害的社會秩序 跟公共利益的前例之下 所以呢 他認為說沒有逾越立法行程的空間 那跟憲法23條的比例的原則呢 並沒有違背 但是呢 這是在這個91年 這個2002年所做的 那2002年到今天2019年 其實已經十幾年過去了 十幾年來 其實整個社會的變動 其實已經非常的大 那甚至呢 當年的這個同婚呢 都還是非法的情況之下呢 今天呢都已經合法化了 所以呢 對於大法官呢 這個所謂的554號的這樣的一個解釋 他認為說一個立法的行程 可是在他的解釋理由裡面 他也特別提到說 今天你立法 你今天要做一個這樣的用 就對於這個 這個婚姻的是 就是說這是屬於情感的問題 在婚外的一個信息文 它是一個情感的問題 你情感的問題到底要不要用國家的刑法去規範 那他認為說這是屬於立法的 是屬於立法的考量 但是立法的考量 他有提到說 立法的目的要具有正當性 而且刑法的手段要有助於立法目的的達成 那如果沒有其他 而且要用沒有其他侵害較小 也能夠達到相同目的的手段可自運用 而且刑法對於基本權力的限制 與立法者所欲達成 維護法義的重要性 跟行為對法義侵害的程度 也要合乎比例的關係 那我們來看看這麼多年來 通姦罪在社會上所形成的 他的問題 早年 通姦罪貶齊敏是在保護太太 是在保護女性 可是這些年來 我們看到通姦罪的立法目的是說 為了維繫婚姻的和諧跟家庭的制度 可是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當我去抓姦了之後 我想那個夫妻之間的信任都已經破壞掉了 雙方之間所受到的情感的傷害 我想那是難以彌補的 夫妻兩個之間的吵架 永遠提到說 你那個外面的野 男的外面的野 對不對野花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事實上他是 你抓著抓姦 去告了通姦罪 他是不可能再維繫婚姻的 故然我們也看到 因為太太的經濟的弱勢 所以呢 他去告了通姦之後 又把先生撤回來 但事實上始作勇者是先生 他把先生撤回來 留下外面的所謂的那個女妖精 這個小三 然後呢 所以我們看到說 根據統計的判決的結果 會所有的原來是保護女性的法律 但是最後呢 被判刑的 其實是女性多於男性的 女性呢 甚至高達52% 男性呢 才佔47% 那另外呢 通姦罪呢 他要用刑法的目的 最主要是要拿到嚇阻的作用 但是通姦罪行事這麼多年了 我們的通姦罪 我們的這外遇 有滅 有阻缺調嗎 沒有 對不對 事實上呢 他其實是越來越的 越普及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會看到說 通姦罪 他根本沒有辦法達到所謂的 刑事嚇阻的一個作用 那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 因為通姦罪 並不表示通姦合法 其實你還可以有高側的 民事的精神的損害賠償 來達到婚姻忠誠的目的 所以呢 他也不是所謂的侵害最小的一個手段 那另外呢更可惡的是 在最近呢 我們也看到 在這些所謂的利用權勢性侵的案件 對不對 這些的教養者 老師 或是呢他的這些的長官 然後利用他的權勢 來對這些人性侵 性侵之後呢 因為說實在的 在兩個人的房間的事情 不會有證據 很難有證據 然後呢那位太太就出來了 來告這位被害者 告他通姦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通姦罪變成是利用權勢 來侵害壓迫的一個工具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在這個CITO公約裡面 我們也請專家學者來 在每一次的專家學者的建議裡面 都提到說 你的通姦罪用刑法 介入到私領域裡面 他其實也是違反這所謂的公約的 你干涉到私生活的一個干涉 所以呢在這種情況之下 對於554號的這個解釋 您的看法 對於通姦罪 是不是應該出罪話 您的看法 這個通姦的這個問題呢 就是確實因為刑法239條的規定 就是這個對於配偶撤回告訴的話 效力不給予相間人 那這一條的這個規定 到底有沒有違憲 您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已經有申請大法官會議解釋的一些案件 因此對於這一部分 可能我也不太適合去回答 對於已經申請中的這些案件 但是從立法政策的角度來看 我個人是認為說 通姦當然是違背婚姻的承諾 然後呢也會破壞家庭 而且會構成在民法上的對配偶權的侵害 那這個是應該要受到非難 但是非難其實是有很多這個做法 那特別是說 在很多先進國家 他們都是用民事的手段來處理這個問題 包括剛剛委員您提到的 高額的損害賠償精神賠償來處理 那是不是要用刑罰來處理 那最後處罰的結果 反而是處罰到這個無辜的第三者 那特別是您剛剛提到的權勢性侵的問題 因此我是覺得說 這個刑罰應該要盡量簽譯 那盡量不要去涉入這些師的領域之間的這個家庭的這個問題 那這些問題呢 就讓他們用民事去處理就好 那這個 這個 因此在未來 我想 可能還是必須 除非 就是 未來大法官會認為 刑事說法239條 在解釋上他是違憲的 那要不然的話 可能還是要透過立法的這個方式 來把這個通姦的這一部分呢 這個把它處罪化 那這樣子才能夠徹底解決問題 好 那另外一個呢 剩下三分鐘呢 我想要請教的 也就是 我們的憲法訴訟法 那已經立法通過了 那在2022年1月4號呢 就直接上路 所以呢 如果說您當上大法官之後 我想馬上面臨的就是憲法訴訟法的這個問題 而裡面呢 這次呢就是 特別呢 加入了這所謂的裁判憲法審查的問題 那我們也知道說裁判憲法 這個審查呢 現在 這裡面呢 就會牽涉到的兩個問題 一個呢 人民所擔心的 他會變成超級第四審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說 案件的一個多 因為現在呢 其實一個月就已經有1200多的案件 那這個裁判的憲法訴訟 一開始上路之後 我相信大量的案件的湧入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就會牽涉到的說 如何能夠讓大法官 你們來正確的操作選案的一個標準 那辨識出說 憲法訴訟法第六十一條 所謂的 具憲法重要性 或未貫徹申請的基本權力所必要者 的這樣的一個原則 所以呢 在這裡想要請教的就是 您認為理想要可以操作的 這選案的標準是什麼 好 謝謝 謝謝委員的提問 那 確實 這個未來會是一個新的做法 在兩年之後 那 依照德國目前的這個實際的這個狀況呢 他一年大概有八九千件案件 那台灣可能不會那麼多 但是絕對應該比現在的這個一千兩百多件 可能還來得多 那德國他們的這個 據資料看的話 他們選案的這個成功的比例呢 大概是一個百分比 那 問題就是說 那如何來選案 那在我們憲法訴訟法第六十一條 講了兩個要件 那第一個要件就是要具有憲法的重要性 然後第二個呢 是貫徹申請的基本權力所必要 那這兩個其實 在德國 這跟我們這邊一樣 都是高度不確定法律概念 所以在德國他們聯邦憲法法恩 在實務上 也是在這個操作過了這個幾十年之後呢 逐漸發展出一些複雜的選案的公式 那基本上他們認為啊 說憲法的這個原則的這個重要性呢 它必須要有幾個特徵 第一個呢 是這個細徵憲法問題呢 有被闡明的必要 然後第二個呢 是這個產民有超越個案的影響力 那至於說是 如何去判斷這個是貫徹申請人基本權力所必要呢 他們認為說 這個基本權的侵害必須是特別嚴重 或者是根本性的衝擊 申請人 或者是說申請人將會因為申請駁回 而蒙受重大的不利益 那以這些標準當然對我們來講 其實還是很抽象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說 應該還是要看案件的性質 那特別是說跟基本權力有關的這些案件呢 應該要盡量的放寬它的選案的標準 來這個有效的維護人民的這個基本的權益 那至於說 其他的事項呢 可能就可以嚴格一點 那這個是我初步的想法 那而且這個未來在這個門檻上面 是有稍微這個放寬 那基本上呢 必須他的這個受理呢 要這個大法官的這個總的三分之以上 參與然後過半數的這個同 接著請周春米委員 請周春米委員